实际上风险控制部门的要求 或者说它的历练还是挺多的 因为风险控制体现在 一个是公司运营层面 也要合规手法的一个控制 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产品发行的层面 你怎么去控制 你整个产品过程当中的流程风险 包括跟交易对手的一些风险 这些都是风险控制部门要介入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我们平常也会 有很多的交易机会 那在交易过程当中 实际上最后把那道关的 都是风控部门 所以风控它基本上涵盖了 从公司到产品 到具体交易业务的方方面面 所以如果是一个新人 在这个部门实际上待的 还是挺有价值的 而且从现在整个行业 对人才的需求来看 实际上最缺的是风控部门的人 对 所以这个是关于风险控制部门 当然其他几个部门 刚才各位谈的也挺到位 一个是既然做私募投资的 最核心的一定是你的研究和投业能力 当然就是说 跟你个人是否具有很强的一个专业能力 你的这种独立的思考能力 这个是非常相关的 市场营销部门实际上它应该是最理解客户需求的一个部门 那这个部门的从业如果是做得很好的话 基本上它能够对把握住客户的需求 实际上它能够对公司的产品提出很多的一个建议 而且私募机构我们初一看 可能觉得是投资管理能力特别特别的核心 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私募公司 它真正的挑战在于是募集资金 所以在很多的环节 甚至一些成长型的一些私募 实际上它最重要的 有可能反倒是市场营销部门 它能找到你让公司前期能够发展一两年的 这个基金产品的资金 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就是运营管理部门 作为整个私募公司 产品层面的具体业务流程的一个部门 那比较适合一些责任性比较强的 然后整个的思路比较清晰的 沟通能力比较强的 那在这样的部门锻炼以后 对私募基金整个中后台运营是比较熟练的